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今天放假都不想遇见别人家庭 因为很老土 你放假的时候叫人做事 今晚我选了几宗很奇怪的案件给大家 所谓很奇怪的失踪 但有带了一些懸疑的东西跟大家讲 因为讲了很多集鬼 今集可能跟鬼有关 也可能跟失踪的神秘有关 大家可以猜猜当中的来龙去脈 有些时候猜猜猜猜也挺有趣的 不知道记不记得大约几十集之前 有一集蓝寿朗带了一个很奇怪的 整家失踪的案件上来讲 就是关于有一个日本家庭 本身约了整家第二天就开车去玩 谁知道一去就不反 没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那些人去他家调查 所有家里的东西就沿风不动 最后就不见了 又说他跌入海 又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突然找一找一些失踪案件的时候 就看到有些东西跟他差不多 而且也有一些鬼怪的传说 就是关于折那些信封车 今集有很多资料 所以就早一点跟大家讲 我们看一看图片讲第一单 要今天讲这几宗神秘的 不见了的事件 都挺恐怖的 听上去也有些毛骨悚然 越不见就越不多 最初就不见了一个人 后来就慢慢不见了一个家庭 甚至乎整部车都不见了 这个地方发生在美国 在加州的北部附近 很多时候有个传闻 他们的传闻就说 这里有一个幽灵截车客 幽灵截车客是一个女人 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女孩子 究竟都市传说是怎样呢 说完再说之后 在公路附近失踪了的人 引起了一些怪事 首先很多人报告在公路上 在公路上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截车 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幽灵的女孩子 有一对夫妇 本身就打算开车去动物穴 去到有一天就比较大露 开车的时候就开得慢一点 兼在那些大路的高速公路里塞车 塞到差不多到这些比较小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准备自己想去酒店 在酒店里住 走到差不多到那时 突然间他们经过 当时也是晚上的 经过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就把手抵起了 反起了手指弓 就想截顺风车 那个男人就见到 经过来远都见到他 跟他太太就在那里说 他说喂 这么晚 单身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截车 就经过 然后他就不想停 他太太就说喂 大家都是女人 不如我们停下 再去吧 如果这样 晚上在那里走又大露 真的很危险 危险不只是说 遇到什么连环杀手 遇到什么怪人 可能野生动物都会 搞你也不出奇 那个女人这样说的时候 那个男人就说 那好吧 反过来 就接回那个女人 他又去到那个女人面前的时候 见那个女人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在走 那那个女人他来远 见到他就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 还有那件衣服也挺破碎的 那件白色的衣服里面 看上去有少少碎布 或者一条裙子 很长的 不像是很光鲜的一个人 那个年纪 那个女人大约就是20岁左右 然后他就问那个女人 打开窗 就问 喂 要不要再来一程 是不是要上车 那那个女人就回答他 他说 是啊 我要回家 我爸爸妈妈 很担心我 那那个男人就问他 你在哪里住 那女人跟他说 很近而已 大约10公里 就是16公里 那那女人一听他们说 载他之后 就很快就上了车里面的后座 然后上了后座 那男人就问他 那十多公里怎么走 那女人就向指着前面直走 走到差不多一刻 你会见到一个 废弃了的油站 我就在那里 有一家屋 前面有一些玫瑰花 那就是我家 那那个男人就开车 跟那个女人 就是跟他老婆 就载了个女人 反正都是那条路 就走远一点点 车他就慢慢走 那走到差不多一刻的时候 他老婆就 就是 在我镜头看一看 也都转着面看一看 那女人跟他聊聊天 就是我问他 是不是在读书 在读学生 还是在做东西 看到他都很年轻 那那个女人就不出声 然后呢 就挨得很厚 就好像 那头很厚 就像想睡觉 那样 就挨在后座上 那差不多十多分钟左右 那开车的老公 就看到附近 真的有一个 service station 也挺旧的 看上去都不知道 是荒废了 还是有没有人 没有灯 那去到那里 就停下 就问他 他说在油站附近 他有一家屋 就问他 喂 是不是在这里 那接着 那个女人不说 然后他老婆就问 喂 是不是在这里 转过头看一看的时候 发现了那女人又不见了 那他老婆就立刻说 很害怕 跟老公说 他说他不见了 那老公说 什么不见了 那再转过头看 那女人呢 完全是不见了的 那除了 大家都知道 撞鬼了 这辆车没有停到的时候 你知道一行车的时候 就锁了门 有些时候 就不会不锁 好少人说一行车的时候 不锁门 每个开车都是 一给油的时候 就立刻按了锁门 就锁了门 很仓白的 就在这里截车 那通常那些人都会问他 喂 想去帮你 那大家呢 都捉了的时候 都去到这个油站附近 那女人就会不见了 而且他还没上车的时候 都会跟他说 就是说 我要回家 我爸爸妈妈很担心我 那很多人陆陆续续 都会见过 这个白色车的女孩 那些人呢 后来就在这里 把他关系到 不同的死者 那其中一个呢 最多人 会觉得是 那个死者的时候 就会觉得是一个 居然是一个 黑人的女孩 很奇怪的 但是那些人就没有说 他是黑人还是白人 因为都说他很阴沉 去到后面的时候 头发幽幽 然后这样 但是呢 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来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9岁的小孩 在附近那里失踪了 但是那9岁的小孩 2000年失踪了 你知道到现在2018年 就是18年之后 你要找那些照片出来的时候 其实看回这么小 就算他生还 你这么小 变得这么大 他的样子都不同了 那些外国的FBI 和那些绘图的人 就很喜欢把失踪了 那些女孩的样子 譬如他5岁失踪 推断他12岁是怎样 12岁失踪的时候 推断他20多岁是怎样 就是常常画他们的样子 那这个失踪了 现在我说的这个女孩的名字 就是 那个最后的名字挺奇怪的 就是叫做Degree 那我就叫他 Jaglar Jaglar Degree 那这个叫他Degree 那这个Degree的女孩 其实是一个非常 极度神秘的失踪事件 跟那些拐大儿童 伤害儿童 甚至乎是那些离家出走的小朋友 是有很不同的背景在里面 那直接 他现在失踪了 很多人有很多人的传言 有些人就说他是被鬼迷的 原来外国都有被鬼迷 就是他们就被妖精 迷惑了 树精 森林里面有些人 或者印第安人的 墓地里面的鬼魂 召唤了你 他也有的 那这个女孩 是被语为最近次 就是被人上身 或者是被灵魂召唤了去走的一个女孩 那我要讲这件事 就要讲到2000年的时候 那有一个女孩 有一个Degree 那个女孩 也是在附近住 那当时 在12月的14号 差不多 他突然间 晚上就睡觉 然后就不见了 不见了 他家里的人 就周围 周围去找他 不一定去找他 都找不到这个女孩去哪里 那就报警了 报警的时候 其中一个搜索得很厉害的 失踪人口的事件 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我讲一讲 他失踪了 其实有什么古怪 或者有什么鬼秘的 首先这个女孩 是90年出生的 她失踪的时候 未到10岁 即是9岁 差不多 她在HIGHWAY18附近 就是失踪的 而且她失踪那天 是下大雨 而且是很强的风暴 即是差不多 未到打风 但是也是很烈风的程度 大雨加烈风 你也正常人都不会出街 不要说小孩只有9岁 所以有些开车经过的人 有些开电单车 或者开私家车经过的人 都在马路旁边 就见过这个女孩出现 其实奇怪在 如果大家一起开车 你看到深宵 在某一条道路 我举例 西贡公路 比较静一点的路段 西贡公路也比较静的 在西沙公路那里 静一点的路段 你见到晚上 如果是3、4点 有一个小女孩 大约是9岁 在马路旁边走的时候 你会不会这么多时 停下车问她 喂 小孩 你这么容易在那里 有什么帮忙 会不会呢 我相信是不会的 我觉得大部分 除了警察之外 就是警察的巡邏车 或者是警方人员之外 甚至是社工 或者某一些 和儿童教育有关的人 他会这样做 其他人我觉得是不会的 不会停下车 怎知道是什么事 你知道 他可能 回家又不定 或者做什么又不定 反正走上去 喂 香港人最害怕是什么 那这个女孩 失踪那晚 有人见到她在路线附近 经过 那些路线有很多种 有些好像在 开船100公里 有些可能是70公里 80公里 在一些乡郊地方 高速一点 都是叫HIGHWAY 那有些人经过的时候 曾经 很好心 走到路边 想停下 就问这个女孩 怎么这么晚 自己在这 但那个女孩 一见到有车的时候 很奇怪 她虽然下大雨 也好 很大风也好 那9岁的小女孩 她不是向着马路走 她一见到有人经过 她就跑进树林 就好像 不知道想回避些什么 那她 爸爸妈妈 发现了她失踪 就差不多 是早上的6点多 那我由头说到尾 究竟她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她是什么背景 其实她是一个黑人 她爸爸妈妈做一些普通的工作 这个就是Degree 她爸爸妈妈做一些普通的工作 平时也挺正常健康的家庭 她是一个哥哥 大他两岁 这个瘦女平时就去教育 又在学校上去 那2000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上网 也有电脑 她家里就没有电脑 即是爸爸妈妈就没有买电脑 给她玩的 所以很多人说 推断会不会认识到网友 认识到网友 她是没有的 即是她没有玩Line 没有认识网友 平时她是一个很害羞 也挺小心的小女孩 因为她放学 就和她哥哥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 就做功课 平时就去教育 学校成绩也不错 也不是去单餐玩 群人 完全没有这样的 而且这个女孩 她爸爸妈妈妈说她 她极度害怕狗 她晚上基本上 不敢怎么出街 她有怕狗的一个倾向 你知道晚上很多人会放狗 所以她就不敢自己去街 而且她没有试过 也从来没有说过 说要离家出走 朋友圈当中 也没有说有人离家出走 你慢慢听下去都会发现 这件案件是挺诡弊的 即是她诡弊在外的意思 不只是说她失踪的原因 以及她失踪后找不回 是这个女孩 究竟她因什么事失踪呢 是否真的会被鬼迷 或者被她家附近的灵魂召唤了她 也有很多人近年有这种说法 而且据迷 她不见了很多年之后 她失踪了很久 都说有人看到她的鬼魂 是慢慢慢慢地成长的 这个就是当时有人看到她 在这条路上走过 还有有人停车想问她帮忙 她就走进去树林 附近其实全部都是树林 你正常 说真的 你八九岁的一个女孩 哪敢自己走进去树林里面 不要小孩子 一大人都不敢 我再说一说 这个女孩不见了的时候 其实那一天她去了她的伯母家 去玩 她的伯母就是住在社区附近 她当天在伯母玩的时候 大家在看一个棒球比赛 她也是其中一个棒球比赛的粉丝 当天她看的棒球比赛 就输了 输了之后她有点不开心 还在哭 还在哭 说很多话 很惨 喜欢这队球队输了 不过很快隔了一会 她就忘记了一件事 也跟她哥哥 去玩其他游戏 或者跟她哥哥一起玩 所以有些人的理论 说这个女孩不见了 是因为她心爱的棒球队 输了 她就离家出走 但是我看完之后 我不觉得这个说法是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说 到晚上看到这个女孩 像顺风车 因为我怀疑 跟FBI放的照片 有关系 因为跟她小时候 推断她大时候 样子是怎样 有些人看了的时候 可能就说 刚才截车的白衣 白面女孩 可能又变成一个黑人的女子 就是这个女孩在附近 停留在那裡 死到不肯走 就上车 还有一个废气游站 叫她下 也有这个说法 再说回 她失踪的时候 差不多到晚上8点 她哥哥就说她在家 就一起在一间房 就是两姐妹一间房 在一间房里玩 没什么特别的 去到晚一点的时候 附近就有一宗交通意外 就很快就有人搞定了 就不关她家事 后来她爸爸放工回家的时候 就要12点半 她爸爸放工回家 有个习惯 就是打开一间房 看看她儿子和女儿 在不在这儿睡觉 当她爸爸12点半的时候 就看了她儿子和女儿 两个都在睡得没什么问题 去到她爸爸洗完凉 看电视了 到两点半临睡的时候 她爸爸又去一间房 去查一下这个女儿 究竟是不是在睡觉 那也是睡觉的 那当天就是一个情人节 就是2月14日 去到晚一点的时候 他哥哥就听到 这个女儿把床上有点声 就是动来动去 咿咿咿咿的声 他哥哥就在想 妹妹可能睡觉的时候 就动来动去才有这些声 那就没什么特别理他 去到几点钟 知道她不见了的时候 差不多是5点多 她爸妈叫她上学 疏洗洗洗洗洗澡 5点多发现不见了 但后来推断她何时离开 无端下睡觉 不知道是梦游 还是被鬼迷 还是有心离家出走 都好 他应该离开家的时间大约是3点45分 去到4点15分的时候就离开家 而且他是沿着HIGHWAY18慢慢在那里走 当时他拿了什么去走呢 他拿了几件衣服 还有少少自己的物品 拿个书包 然后拿个胶袋包着书包 不知道是否知道下雨 半夜在那里走 也有附近的人见到差不多4点的时候 有些人就经过 这条路上就说 为什么有个女孩子晚上9岁左右在街上走呢 有一个人来回了三次在他身边 故意观察他发生什么事 那个人去到第三次看他的时候 就终于忍不住 准备停车在旁边的时候 就搞下枪就跟他说 妹妹什么事啊 要不要车你啊 下大雨 因为他看到他在摔雨 但是一走过去呢 这个女孩子就走到附近的树林里就走了 直接不见了 那个人就说 当时是落着大雨 兼有强风 到5点45分 他家人见到他不见了的时候 在那里找他 也在附近找他 旁边的轮舍全部都到处叫他的名字 以为他出了街玩 干什么事 到6点半都找不到他 家人就报警 那报警的警察就6点40分已经来到现场 那因为他年纪太小 差不多只有9岁 所以警方很快就立刻拿了一些搜索犬 拿了两只搜索犬来 就跟着他家就打算 因为他走的嘛 那看看他走到哪里 那第一搜索犬呢 奇怪在呢 搜索犬是完全找不到这个女孩子 他到底是步行走到哪里的足跡 直接是完全少少都找不到 那这个女孩子是怎么走的呢 还有他究竟什么事走呢 当时就是没人知道的 那附近的居民和一些人很深的 就立刻不上班 不上学 立刻请教 到处帮他搜索这个女孩子 因为很害怕 当时除了有强风 雷布 大雨之外 那一个9岁的小女孩 晚上在那里走的时候 而且他是突然地走的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到处去找他 那也都呢 警方将这件事公布了的时候 那在2000年的时候 电台又播放 电视又播放 很多人都报告说见过这个女孩子 那总共见过这个女孩子 有三个司机见过这个女孩子 那无论怎么找都好 找到14号不见的 找到17号不见 都找不到这个女孩子 但是大家组织了差不多有几百人 周围在地毯色的搜索 那最终找到一些东西 那他们找到什么呢 他们在一个树林里面 就是他们搜索最主要的范围 就是根据刚才那个男人 就说这个女孩子跑进了树林 所以他就在树林的位置 不断在那里找到的 那就是找到一些东西 找到一支圆筆 找到一支marker筆 还有一个Mickey Mouse的梳 就是一个女孩子 就是她的 不知为什么 就是她一路走一路的时候 就扔了一些东西 这些人就全部收拾了 但是呢 找到这里 就什么都找不到 那接着呢 他们再找呢 差不多找了有 哇很厉害啊 他们动用了直升机 人力物力 具名有几千人 是找了差不多有 那个半径 是两个Miles的半径 就是半径 就是很厉害啊 那找他呢 都找不到的 那而且呢 问人有没有人线索 或者见过他 其实他也肚饿 这个女孩子 他肚饿都要吃东西 吃东西 你怎么都会在一些 可能麦当劳 便利店的地方 是没有人见到他的 直接找到没得找呢 他们找连那些废弃了的屋啊 甚至乎是一些农场啊 油站啊 所有这些呢 都列出了地图 就找一些志愿者去找的 但是呢 自从那一晚 他无端端离开了家 不见了之后呢 是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 那看回这个女孩子的背景 为什么他们说这件事 是这么诡弊呢 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他要走的时候呢 或者你们可以想到 可以看看他有些少少的背景 那当时呢 因为他太小了 那FBI呢 就去调查他家里 会不会有些家庭暴力啊 或者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異常啊 奇怪地呢 他学校成绩是好的 没有受到一个读书的问题 他爸爸妈妈是正常的 因为很多社区的人都在说 他那些人没事的 就是去教育 大家不见他吵架 不见他姓 没有什么儿子的 他爸爸妈妈正常工作 那他哥哥也说他家里很正常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无端端会走呢 而且呢 奇怪在呢 原来他们有统计的 他们统计呢 就是有些离家出生的小孩 最早呢 差不多是有12岁的 他说甚少呢 是9岁的小朋友呢 是会离家出走的 那些是一些专题找问题 儿童的那些专家 都分析过的 这个女孩子呢 是没有任何走的动机的 而且呢 他不是一个 功能的家庭啦 也都不是一个 差的学习环境啦 他想不到任何原因 喂 你如果问 我和你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就算离家出走 他有很多机会离家出走 他需不需要在选 狂风暴雨之下 在半夜3点9 还要他是极惊狗 亦都很害羞的女孩子 晚上走进去树林里 你想不想到为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你说有些网友约他呀 什么邪教唇拜 他都没有这些东西 完全都没有 那会不会是 真的这件事 有少少似给鬼迷的 就是 这些鬼迷 有些声音的召唤 慢慢越走越远 好像以前不是听那些 中国那些鬼故 不是很流行的 在那边穿住住的时候 然后 有个死了的朋友 或者在隔壁村死了个姑娘 就叫你 哎 出来走 陪我去捉雨 好眼分啊 来啦 好大条的 走着走着走到池边 就召唤了 就浸死了 很多是这些鬼故 会不会他真的跟这类型的鬼故 有关系呢 那警方呢 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还有更多最后的线索 告诉大家 先去估计这件事 就是 在2001年的8月 他不见了差不多有 一年多的时候 年多 最后有人找到这个小女孩的书包 他就在highway18 那里附近 就离开她的家里 大约是40公里左右 40公里走 即是一个马拉松那么远 居然有人找到这个女孩的书包 找到她的书包 找到她的书包 就把她交给FBI 那FBI就拿去做一个证物的分析 发现不到有什么特别的线索 但是这个是最后找到她的证物的 即是这个女孩 不知道做什么事 徒步在那里走 但最后来也失踪了 查了很多年都查不到 也都近年开始炒作这件事 无论是鬼怪的传闻 甚至乎有些人说 当时警察因为她是黑人 所以不是很高规格的处理 但警方当然说 不是 我不断把这个女孩的样子长大 然后将她拼图画出来 接着当时搜救的人 有几千人参与过 我们搜救了她的时数很多 比普通人更多 根本就没有存在说她是黑人 而不去搜索她 但是最后来也有个结论 结论就是 为什么这个女孩会不见了呢 有两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 她当时因为棒球队输了 她很不开心 就离家出走 这个就没什么人相信 另一个评论就是 有人暗地里之前跟她说了 带她去哪里是让她 或者骗她 就是说了一个童话故事也好 什么都好就是骗她 就说她带她去哪里住 可能去迪士尼 就叫她半夜走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也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如果这个女孩 你想想 她半夜 如果有人约她去迪士尼 那个人真的想捉她 捉她也会约她 什么时候在哪里等 就拿部车去接她 很明显现在她是万无目的地去一个地方 看到人是害怕到 她是害怕了人 突然间突然走 就是她去开圣堂 她突然间走进树林 不见了 她不是被人捉了 最后有些人就是说 没有办法找到她 因什么原因半夜起床 突然拿了一些东西走 但是她就是说 她去到差不多慢慢走的时候 可能就撞到一个人 就车了她走 就是一个人车她走 有些人就是说 可能是有一辆绿色的私家车 最后来是把她车了她走 禁锢了她 让她回不到家 那这宗 都是近年是最诡异 也有很多人在谈论的失踪案件 也有些人说 就是在那条路上 就是在她失踪那条路上 就是在她失踪那条路上 经常都会见到这个女孩 截她来顺风车的 那她叫你加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已经不见了 那这个就是当那段路 有些人在谈论 就是说 不止一部车见过她 应该有几部车见到她 就是推断 就算她走进树林 她最大可能会走到哪几条大路上 但是有些人不要忘记 也当日是一个很大的风暴 而且是一个暴雨 为什么她选那天走呢 但是也有些人说她被鬼上身 也都推断附近哪里 哪里有任督安人的墓地 就说那些墓地里面 专选她是黑人 就会选了某些人的小孩子 就会引起她的灵魂去墓地 就出不回来 也都推断叫那些人去墓地 那些墓地不是像现在插牌的 通常都是一些 以前被人知道是印第安人墓地 其实就埋在地底的 因为印第安人很忌惑 就说叫她在那里找 这个女生应该找到那条尸 当然最后什么都找不到 今次说了这宗不见了的小孩 跟顺风车旅行有关之后 另一节也都关于一部鬼车 有些人就传言说 整个会见到一个叫Martin Family的鬼车 就在一个地方出现 但是奇怪在那里 你不见了一个小孩都可能找不到 如果整个家庭都不见了 连着一部车都找不到 这件事就真是奇怪了 休息回来第二节再说另一件 风暴中和水有关的一个失踪事件